热联单头是妍妍 自由高照我是文杰 是我们在看一下 刚才说的新加坡这个 落实指纹认证系统 然后造成了一些大大交通的堵塞 那我们廖宗来这方面 也发表了他的看法 他说有关于这个系统呢 不应该就是对驾驶者造成了 这个困扰和造成了这个阻塞的 他就说有关于这个系统呢 是为是加强有关于 这个市城的这个安全 欧国呢也有保卫国家安全的 这个通关系统 包括了就是通过了 这个无线频道识别系统 和这个通关费 虽然移民局也有相关的系统 但是呢 他说新加坡落实的 有关新的系统呢 应该为这个驾驶者 带来更方便 还有更顺畅的一个 这个东西 但是呢 他说到有关于这个事情呢 使用交车进入 或者是离开新加坡的 这个处境或者入境者呢 都必须下车到这个通关柜台 去扫描这个双手的子母通关 预料的这个通关时间 当然会更长啊 所以呢 导致了 有一定的这个困扰 和造成的这个阻塞的 嗯 那所以他认为是造成阻塞的 还是不造成阻塞的 造成阻塞的 那事实上是造成阻塞了 对吗 然后但是他说 不该造成阻塞 嗯 那怎样去理解呢 所以呢 有时候他的话 前后我不知道怎样去理解 然后本来这件事情 就已经造成阻塞了 大家要延长一个 要多一半的时间了 然后在这个路上了 但是这件事情 不该造成阻塞 嗯 那怎样去理解 我是没办法去理解 政治人物的这种说话的方式了 好 好 那我们不理解 就看一下另外的一个一个事件吧 嗯 黄慧康 黄慧康就是 中国驻大马的大使黄慧康 那么他呢 也即将在十月份卸任了 嗯 有关于这个 中国驻马马来西亚的大师 就是这个黄慧康了 他会在这个十月卸任 中国的驻马大使 身为就是法学博士的黄慧康呢 呃 他会离开就是中国驻马大使 这个租后呢 将会回到中国 继续有关法律的工作 所以呢 黄慧康在呃 在昨晚的时候呢 就是从这个新加坡的呃 不是新加坡 是基隆坡 香格里拉的酒店 举行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8周年的这个招待会 上致辞的时候呢 宣布呃 就是离人的消息了 嗯 那么他其实呢 在这个会议上呢 他也表示 他说其实也许这一次的 这个国庆宴 举行国庆宴 是我最后的一次 公开的在这演讲了 呃 也挺蛮感慨的哈 然后他也说了 他说其实我去过十多个国家 常住的有四个国家 那么但我可以说 马来西亚是我的最爱 呃 担任驻马大使 也是我外交职业 生涯最有成就的事业了 嗯 所以那他也说 有没有还要保证呢 不看谁在这担任 这个中国的大使啊 他说两个国家 这两个 就是中国马来西亚 将会是永远的好朋友 然后永远可靠的伙伴之类的 嗯 呃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其实在这个会议当中呢 哈 有很多的人也参加了 这样子的一个招待会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建国六十八周年的一个招待会 那么现场呢 有包括魏家强啊 黄家全啊 周美芬啊 然后还有一些报社的记者编辑啊 都过来来参与了 那么黄慧康呢 他也说 嗯 他也说什么呢 就说其实双方呢 政治互信呢 在两国领导人 常来常往中呢 是不断深化的 双方的利益纽带呢 在马中关丹产业园 马六甲临海工业园 和东海岸的铁路计划 等旗舰项目的推进当中 是不断的 这个进 就靠紧的 那么两国人们的心呢 在共同的应对马航 MH370科技失联 以及2015年初 马特大洪水等考验当中呢 是更加提紧了 这也是他发表的一些 一些说法了 我们再看一下纵火案的事情 纵火案的事情是 就是当时是七个少年 纵火烧了宿舍 就是晾成了23个人的死亡 这件事情呢 法官有一定他们的看法 有关于这个事情呢 当时李阿都 就是阿都阿兹呢 他说尽管这些嫌犯呢 是未成年的 但是无法在这个刑事发电上的 第302条文下呢 就是被判处死刑 但是可以在这个医务人员的建议下呢 就是被判 就是鞭打的 他说在这个法律下 一名医 而这个医务官员 先会检查这个犯人的生理 还有这个精神状况 决定是否这个犯人呢 是可以被判处鞭打的 就像我们 他说他就拿了一个比喻 就是当我们做错事情 老是鞭打我们一样 如果做错 就又被这个同条鞭打一样 所以这个判罚是轻了还是重了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七个少年 他没有就是满18岁嘛 满18岁之后 你就算是成人 成人之后 你就需要接受成人的法律的制裁了 但是七个少年呢 他还没有经过18岁 还是一个少年 七个少年 那么火烧宿舍呢 但是导致的结果确实是很严重的 导致了23个人的死亡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说在法律的规定条件之下 应该怎样派才算公正和平合理呢 不是和平啊 公正合理的一件事情了 但是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了 挪威的那个青年 他也是个青年啊 大学的学生啊 刚要考入大学的学生啊 当时他就是乱刀杀人 杀了大约有70多个人吧 在教堂还是街上 然后杀了70多个人之后呢 然后他就入监狱了 入监狱之后 他也没有被判为死刑 而且在监狱当中呢 然后其他的教育 还能够让他允许在监狱里 接受大学的教育 所以这我们会感觉到 这是人性化的一个面吗 如果是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再回顾 回顾呀 看一下马来下降的一个判决 是不是合理呢 七个少年他也是少年 造成了23个人的死亡 他肯定是不能在刑事法典之下来判刑的 因为他不属于这个法定年限 所以他肯定也不能够判为死刑 那只能就是被关上监狱 然后但是他所享受的这个教育 如果是我们参照挪威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话 他也可以在监狱里接受 他们应该所所拥有的一个教育的一个过程 如果是我们想象的这个民主国家 靠其和学习的话呢 应该学习挪威这种说法 对吗 很难 很难 还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 教给我们也很难去回答这个问题 法官都未必就是有一个确定的一个答案 是的 再看一下这个啤酒节的问题 那么 我大马的副首相兼内政部部长 阿末摘西呢 他也强调政府呢 不会在涉及公共安全事件上妥协的 所以呢 也绝不会批准啤酒节的事情的 对 这个所以呢 有关这个事情呢 等一下其实我们有一个课题 也是关于谈到这个啤酒节的 那至于会不会有啤酒节呢 应该是应该是不会有了 因为阿弥际其实完全是 完全是就是不批准的嘛 对不对 到现在这个为止 对是的 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啤酒节的课题了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一个宗教型的课题 宗教型的课题就是一个土耳其的记者兼作家 那么他来到马来西亚呢 要举行 要有一些讲座会 他的讲座会的题目还是蛮具有敏感性的 你包括有一个题目叫做伊斯兰教的耶稣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共同点 这是他的演讲的题目 另外的还有一些演讲题目了 但是呢就因为因为他要来到马来西亚做演讲 而且没有就是在伊斯兰就是马来西亚伊斯兰的权威机构 有过备案 所以呢他在这个就是在机场 在移民国际基隆坡国际机场移民局的这个 这个这个机场的过程当中呢 就被警方给扣留了 对他说这个穆斯大法呢 其实在昨天九点的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机场柜台办理他的这个登记手续的时候 被扣留的 是在晚上九点半的时候 有这个移民局转交给这个交通管制局的 所以呢其实他来 这个这个记者是穆斯大法呢 他是主要是以就是未经宗教相关单位同意的传教 传教文化 原定就是当天下午就是会举行所谓的这个犹太兰 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耶稣 犹太教基督教和这个伊斯兰教之间的共同点的讲座 被这个延迟的 嗯他除了这个讲座之外呢 还有就是他曾撰写探讨穆斯林自由主义的书籍 你包括没有极端主义的伊斯兰穆斯林的自由 这是他的书 另外呢他有也真在来马演讲 还有主题也针对一些其他的一些课题 你包括在上周末发表题为 良知自由 良知自由会引发叛教 然后还有民主还有意义吗 土耳其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的经验 等等的这些讲座就会引起了联邦之下区 伊斯兰宗教局的注意了 那么这些题目其实还是真的 每一个都对当局执政当局来说 具有敏感性的 你包括伊斯兰教的耶稣 耶稣我们都知道 确实伊斯兰教的耶稣 他是一位先知 他就和穆罕默德先知一样 他是穆罕默德前面的一位先知 所以伊斯兰教是 就是承认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先知地位的 所以他从这叫伊斯兰教的耶稣 确实犹太教或者基督教 伊斯兰教之间的共同点 其实这个是在某些程度上 还是蛮公正的一个题目 确实在犹太教一开始是伊布拉辛 伊布拉辛的这个犹太教 启元 然后随后呢 就是这个基督教 另外最后一个 这个先知穆罕默德 就是伊斯兰教 三个教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他们之间是有很多的共同点的 确实这也是一个理性上的一个事实 启示上的一个事实 神学上的一个事实 但是但是他这个题目 务必也会对当局产生一些敏感性 因为我们都也了解 这个在在马来西亚呢 虽然每个宗教啊 都是和平的相处的 然后有的人会信仰伊斯兰教 有的人会信仰基督教 有的人会信仰佛教 但有些时候呢 他会互相的传教 你就像是 你就就像是 也许穆斯林他会传教给华人 就是马来人会传教给华人 另外呢 还有就是基督徒 我我认识的很多的啊 就是教堂里的基督徒 会传教给马来人 就是说让他们信仰 从伊斯兰教开始信仰基督教 有也有这样子的一些做法 所以我相信就是当局政府呢 是看到这里边的一些敏感性 你包括如果是你有这样一个 题目的宣传的话 是不是以后马来人的一个 伊斯兰教信仰应该改为基督教了呢 因为你这个题目就叫做 伊斯兰教的耶稣 所以这会给很多马来人 在思维上产生一些误导性啊 他其实并不是误导性 但当局认为他就是误导性 所以在此情况之下 那以后呢 就是在宣教的过程当中 更能够说服马来人来 从伊斯兰教转型基督教了 也许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存在 另外的一些这个 你包括 这个民主还有意义吗 土耳其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的经验 也就是民主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土耳其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 证明给你证明了 民主是没有意义的 他他另外的一个意向 就是告诉你 其实在土耳其马来西亚 这样子的国家的经验过程当中 宗教还是很重要的 民主是没有意义的 这样子的一个宣传呢 也是对当局政府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所以呢 可想而知 他被在 吉隆坡国际机场 被相关的一些部门逮捕了 也是出于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吧 就像这个人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一个宣传呢 是什么家的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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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宣传呢